11日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 这计划以英美澳AUKUS三方战略联盟的风格 重新制定英国外交及贸易政策 达成更多安全及科技协议 在近50年中在保护国家的美国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贸易力的记忆 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 但我们都在重新建策 谈谈我们自己的贸易交易 保护我们的重要商业 外交部内部消息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特拉斯将专注在与少数几个重要盟友 建立劳户的关系 报导指出特拉斯正着眼于 与印太地区建立更进一步的安全和贸易关系 特别是印度 日本 印尼和澳洲等 一位资深外交官员表示 他专注在深化贸易联系 建立新的技术伙伴关系 便与盟友合作 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个月三号 特拉斯也在英国保守党大会上发言 他表示 在对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 和不遵守规则的对象 采取强硬态度 另外在军事方面 英国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 在这个月7号就地结互惠准入协定 召开首次谈判会议 专家认为 日英两国地结RAA同盟 主要是反制中共的霸权行为 牵制中共的海洋活动 加强对中共的围堵力度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祈林 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